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2月10日 星期五 隨著北京的冬季奧運會 舉辦了 越來越近了一趾 我們 會繼續跟大家做一些關於北京的小丑 的一些醜態 繼美國 英國 加拿大 不派一些官員出席 北京的冬季運動會 加拿大可以說是 地球上面 一個很重要的冰雪國家 參加冬奧會沒有加拿大份 基本上不像樣的 當然就是挪威 北歐那些國家 其實英國也是的 因為 你參加冬奧會一定是一個門檻的 他們起碼有下雪的地方才可以參加的 不然是甚麼叫冬季奧運會呢 冬奧會 很多項目是夏季奧運會沒有的 因為是冬天舉辦 因為是下雪的地方 所以 北京有地方下雪 所以北京是很合理的 不過 如果加拿大 如果英國 美國也是經常下雪的 如果有冰雪的國家 不出席的話 他們的官員不出席 當然最大的冰雪國家是俄羅斯 他們會出席 不過 看起來就好像 格格不入 到時普京會不會借一些衣服不來呢 這個真的不知道 但是 就算是來 也很噁心 我們要跟大家說一些 關於奧運的歷史 因為中共 他一向都是以政治掛稅的 但是他經常都叫人不要政治化 不要把體育和政治混在一起 我這一節告訴大家 中共從來都是把政治和體育混在一起的 甚至乎 是政治凌駕於體育 1980年 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就杯葛整個夏季奧運會在莫斯科舉行 因為蘇聯入了阿富汗1979年 所以 當時中共就埋了美國契哥那裏 出賣他們的前契哥蘇聯 抵制這個莫斯科奧運 所以這件事 我們會經常跟別人提醒 當年的蘇聯老大哥是你去抵制的 我們要跟大家說一件 蘇聯這件 莫斯科奧運抵制事件 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 很多人不知道 在一個60年代 曾經舉辦過一場 新興運動 新興國家的運動會 全名是新興力量的運動會 是一些阿非拉的國家 是搞的 主要 就是要對抗 美國 以英美為首的西方的 奧委會 當時 第一屆舉辦新興力量運動會 在印尼首都 耶加達 跟大家說說這段歷史 告訴大家 這個跳樑小丑中共 是多麼噁心 說之前 記得支持6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 也希望大家 可以有兩個呼籲 有能力的朋友 支持一下這個88銷口 現在過年過節了 就快冬至 如果大家有需要買盆菜的話 可以向他們訂購 第二個呼籲就是我們的Patreon 我們接近 40萬的訂閱 照計Patreon有10% 也不過份 不過現在 百分之一也沒有 所以我們第一個目標是 1% 之後 起碼也有1萬人 說出來 人家到底有沒有支持者 看Patreon 所以 我們希望我們的Patreon數字 可以上升 起碼有萬位 好 大家 大家 其實要求也不高 只是付出5元美金 可以欣賞 每個月 超過400節的節目 由早上8點半看到 晚上9點都還有節目出的 這個 我想 全香港 全世界只有我們這個台 有這樣的節目出的 希望大家 鼎力支持 說回 為甚麼我們要拿回新興力量運動會出來 因為當年出過郵票 要說回這個原因 1962年 印尼當時舉辦亞運會 他們用政治原因拒絕中華民國代表團 用中華民國奧委會的名義參加 也以宗教原因拒絕以色列參賽 因為印尼是回教國家 令到國際奧委會 不承認這一屆的亞運會 第二年 國際奧委會宣布無限期暫停印尼 參加奧運會 在這個情況之下 左膠總統蘇家樂提出 我們自己 辦一個新興力量運動會 希望可以創建一個 國際奧委會之外的 獨立運動會 當時 已經退出的 國際奧委會的中共很歡迎 所以一拍即合 孝婆願著知粉客 印尼和中共發表聯合聲明 宣布在第2年11月 在印尼舉辦首屆的新興力量運動會 1963年4月 當時籌備會議在印尼耶加特舉行 參加的有一堆國家 就是柬埔寨 中共 基內亞 印尼 伊拉克 馬里 巴基斯坦 越南 這是民主共和國 北約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蘇聯 10個代表 大家記得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不是阿聯友 不是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這個其實是埃國的前身 這10個國家 另外兩個國家 就是石蘭 以及藍斯拉夫 以觀察員身份出席這個籌備會議 在這個會議上 蘇聯代表提出 將國際奧委會的宗旨寫入新興力量運動會的章程 以表示新興力量運動會 是奧林帕克運動一部份 但是這個提議遭到中共等國家的反對 最後妥協了之後 各國一致同意 以奧林帕克理想和萬農會議精神並列 作為新興力量運動會的宗旨 也決定新興力量運動會好像亞運 奧運 四年舉辦一次 第一屆 這個新興力量運動會就在 耶加達 開幕 在11月10日 印尼其實 什麼時候開幕都那麼熱 所以沒有所謂的 總共有48個國家和地區派代表 總共有2,404個運動員 有很多 基本上大部分都有 籃球 排球 足球 桌球 羽毛球 網球 曲棍球 游水 水球 跳水 舉重 體操 射擊 射箭 拳擊 自人 單車 劍擊 游道 出膠 帆船 以20個大項目 當時中共 可以說精英進出 所以得到60面金牌位居金牌榜 第一位 華大贏家 蘇聯 雖然派對參賽 但是因為當時有國際奧委會的壓力 他也知道 廢人士和你那些丐幫一起玩 蘇聯也是當自己的大哥來的 跟你們那些二打六一起一起玩 所以 派一堆 不合奧運 參賽資格的運動員 不斷以應查一下你 11月20日這個運動會閉幕 歷時10天 運動會打破了五項世界紀錄 不過 這個沒有人 沒有人承認 他們決定第二屆運動會會在1967年 即是四年之後舉行 地點是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開朗 即是埃及的前身 後面就是中共的北京 但是這件事 很好笑 因為 這宗新興力量運動會的舉辦 使得國際奧委會和他下屬很多 機構的組織反對 認為 他們把政治 和體育掛勾在一起 根本違背了政治 不干涉體育的 奧林帕克精神 所以 新興力量運動會 搞完之後 國際奧委會就宣佈了全面封殺 任何參加局的運動員 全部封殺他們 取消他們參加奧運的資格 即使單項的比賽也 全部跟隨 中共 中共 出面 舉辦了一些單行 舉重 游泳 以安府曾經參加過 上了他們拆船的國家 協助柬埔寨 在66年11月 在金邊 搞了一次 亞洲新興力量運動會 擴行 亞運會 到了64年 這個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要求中共援助他 蓋體育館 否則就會放棄舉辦 我們不夠錢 由於要求的數額很大 中共當時就不可以 我們餓死人沒多久 雙方 遲遲沒有協議 搞得益 最終 由北京接力 搞第二屆的新興力量運動會 北京因為這樣緊急開工 建立了一批體育設施 有著名的北京首都體育館 但是 到了1965年 印尼 發展了 930政變 蘇加洛被推翻 強人蘇克托上台 他對中共是很反共的 也很敵視所有中國人 認為所有中國人都是中共間諜 所以 在 印尼大肆排華 殺了很多華人 亦因為這樣 65年有大量的印尼華僑 逃亡來香港 有些人回到大陸 有些人回到大陸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印尼華僑 所以 印尼也退出了新興力量運動會 本身是主辦國 因為正變 退出了 66年大陸發生文革 局勢更加混亂 所以 舉辦第二屆新興力量運動會 就不了了之 主辦國 以及大力的大騎手 鼓吹 兩個都玩完了 所以這個運動會也夭壽 這件事 充分體現到大陸從來都是一個政治掛稅 連搞運動會也是 你不參加玩 我就自己搞一個 當時 這個新興力量運動會 又稱為 亞非拉運動會 因為專門聘請亞洲 非洲 拉丁 美洲的第三世界國家 這些獨裁的兄弟一起去 這次 北京的冬季運動會 如果沒有美國 英國 加拿大 這些國家 那你就請回非洲國家去吧 江果 然後 南非也好一點 蔡萊加爾 蔡拉里昂 就請所有國家去吧 還有萊索托 還有委內瑞拉 全部都沒見過雪的國家 委內瑞拉可能有高的地方 高原地方可能有雪的 全部 找一些非洲國家 未見過雪的 或者請阿拉伯國家去參加 去找亞聯酋 去找伊朗來參加這個運動會 我也覺得 會體現了中共 這個小丑的形象 這就是跟大家說的歷史 接下來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Bye By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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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